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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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们好 我是Melody 有没有试过在坐转抖的时候 被铺子卡住出来出来都出不了呢? 其实由坐转抖 被铺子卡住是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就是因为你的左手捉得太高 第二就是因为你穿出来的时候 向前穿出来 现在就告诉你解决办法吧 第一 如果你把左手捉得太高的话 你左手和铺中间的洞 就会不够你个人捐出来 所以当你硬撕出来的时候 你的右手手臂就会被铺子卡住了 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左手放低些 去到什么位置呢? 大概在颗头附近就可以了 你会见到现在我牙起的手持 这个洞就够小一只右手穿出来 不会被铺子卡住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把手直接向前插出来 你能否留意到 当我这个动作开始的时候 其实铺子是在我右肩膀前面的呢?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把右手直接向前穿出来的话 你的右手就算穿得出来 铺子都会卡住在你肩膀的位置 当你做完动作的时候 你就会好像被铺子夹住了 其实从C转撕 我们是应该把右手穿去左手边 所以正确做C转撕的方法 就是把你的左手放在颗头附近的位置 然后把你的右手穿去左手边 再把整个上身都转去左手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